欢迎大家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维港外望 刚刚的星期三香港特区政府宣布下午的时候 由刚刚这个礼拜五的七号开始 全香港的食肆的晚市都要停止 禁止做堂食 为期14天 这个特殊的安排当然是因为Omicron 2019冠状病毒的变种 香港来势洶洶 首先非常具有传播力 以及已经因为有国泰基礎人员违反国防疫规定 宣传去望月流群组 然后有些人在维苑跳舞群组 再一次全香港大爆发 当然最大爆发是政坛方面 19个立法会议员交给整班高官处长 全部都说要去检疫隔离 然后造成一个非常大的震撼 但这个震撼来之前 大家都是问一个问题 就是政府的政策公布透明度 经常大家都有很大的疑问 首先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政府经常这段时间指控人家的假新闻 然后对任何新闻 有任何造假的地方 或者有些所谓不真确的地方 都是很大的反应 刚刚同样道理 就是这个5号下午消息的宣布之前 其实早在这个星期一的时候 就已经有些所谓的WhatsApp群组 就在这里爆料 就声称 其实哎呀不是 这个政府将会禁堂食 就说到即晚会做 当然即时大家就说是不是 然后政府就立即是澄清 星期一的时候 3号的时候就说 没有这个类似禁止堂食的计划 并对造谣者予以谴责 更声称如果散播谣言者造成公众恐慌 如事件涉及刑事成份 不一定是严正执法的 但是问题就在这里 你星期一3号的时候 就说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计划 你就说没有这个计划 然后呢 去到5号两天之后 就公布一个类似的计划 只不过一个执行时间 就不是即日 而是拖到8号星期五 其实都是再隔两天而已 现在问题就在这里 其实你自己政府 当时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计划在谈? 还是真的没有这个计划在谈? 还是就算你没有这个计划在谈 根据你自己的应变措施的时候 你已经有一个所谓的处理方针 因为大家都知道 你首先要清掉那些所谓的检疫隔离的地方 大家当时已经在质问你 竹高湾还是不是接外傭去住呢? 还是竹高湾要清空 就不再接外傭去住呢? 然后那些检疫的地方 究竟怎样去做呢? 然后你要安排一些食肆 不允计做堂食 那些东西全部要应变时间 其实消息如果当时是走漏的情况之下 你政府是不是可以有早点的说法呢? 你知道了 当时传出来的谣言 当然是不真确的谣言 包括谣言是说 会即晚去停食肆的堂食 以及即日 考虑是不是要封关 当然政府就没有这个安排 其实这些情况之下 你政府要去处理这些消息的发布 有些时候这些叫做 有时是你自己的党媒放出来的 是不是? 因为你政府以往这段时间 其实都很多时候 是透过这些党媒、党报 是放风 不是说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否你放的 还是什么情况 有些消息很准的 就是明明你政府没有公布 那些亲政府的传媒 可以事先背了 全部消息然后就在那里报 当然有些是不准确的 但是有些情况之下 已经有很多类似的消息 因为政府以往这段时间 经常党报有很多消息人士 导致这些谣言是满天飞 你自己要检台一下 你自己以往放风的一种方式的责任 是不是要改变这种的措施 但另一边 如果有些类似的消息 好像刚才所说 哎呀不是啊 是已经有这个计划的情况之下 你忽然之间 又转过头 原来说不是 又公布澄清 又要大大声 就是说这些全部是假消息 来的 但是隔了两天 原来不是 原来这些消息是真的 只是日子错了 错日子 是不是假新闻呢 是不是 这些消息放风的时候 是不是要包生子呢 这个时候 你就要看看 是不是所有党报放消息 什么时候 那些消息人士 不是的 政府放消息的时候 或者亲政府的传媒放消息的时候 全部没有人谴责过 他们是假新闻的 但是网上有些消息漏出来 或者说可能会做一些措施 你政府的措施 那些措施就是正正是 你做了禁堂食的这个措施 那大家就会问 为什么这个消息就是假新闻 就是这些所有的事情 最后对于政府的公信力 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因为你说有就是有 你说没有就是没有 你不能够这头就说没有 那头就变成有 是吧 接着人家记者都问你的时候 就说不是即晚 是吧 当然大家都知道 当然不是即晚 所有这些消息的时候 当然没有包生子很准确的 但是当你的政府措施 根本上就是一样的措施 只不过有多少程度与深浅的问题 还有是什么时候去执行的问题 那是不是就将它变成一个 所谓这些就是假新闻 那你自己政府放的那些风是怎么样 或者那些亲政府传媒经常说 人大有什么会做 政府有什么会做 政府消息人事指 那些 是不是以后不会再这样发布呢 是吗 就是今时今日 大家都知道 就是这类这样的错误 你说到很大的 你不是只是说普通 就是说什么消息放不放 你讲到公众恐慌 公众那头不恐慌 认为不需要停堂食 现在问题就是在 你说会公众恐慌 那你意思是否就是 因为没有唐食 公众会恐慌 否则你不会无端恐慌 或者封关 封关一向已经 不是一个全面的解封 否则你不需要 经常说要解封 就不需要经常说 有些人可以 尽快去通关 明明关都未通 然后有人说封关 最多都是来港议 回港议那些人士 那是不是会造成恐慌呢 所有政府的消息发放 全部有很多东西可以 在细致上是 撿得很漂亮很多 不需要搞成这样的情况 我们经常说 很多建议 你政府很多东西 可以做好它的 只是说消息发放 本身可以做好它的 只是说人家问你做什么 为什么你要这样去澄清的时候 你澄清不要 整天都哭打哭杀 是吧 现在未有这个计划 我们暂时没有这个考虑 是吧 你可以说好听些说话 在这里说 其实 会不会这么堂食 可能会 但不是现在 我们未做这个决定 这个政府是负责任的时候 你是有很多事情 就是刚才说的 是可以做得到的 是吧 因为防疫措施会收紧 包括你的专家都这样说 一早一听到原来一爆Omicron的时候 你基本上都可以预计到 是必定 政府是会有收紧 你的防疫措施问题 收多少 那你堂食 最后你也是要做 为什么 因为大家知道最容易散播 就是这一件事 最初你政府有些人 放风 我没有理由的 是不是 就是经过的维园 20米都中超 那是不是会造成公众恐慌 多些呢 最后揭发原来不是 原来都是应该是吃东西 最初放消息的时候 政府还要放错 又放错日子 10月31日 在同一个天后的食肆 吃完食 最初放消息的时候 是放在10月3日 全部呢 很多这些消息 现在你政府 或者亲政府 传媒 放出来 是很半桶水的 市民恐慌 基本上就是恐慌在这里 因为呢 究竟现在你的传媒 党媒 或者你自己有些放消息 有多少是可靠 可不可靠 接着呢 你的公信力已经成二 你这个政府要做的 就麻烦 喂 不是要你做些什么 什么民主啊 是不是又要再改善个选举方法啊 又是不是就是 某些事情是政治检控 当然是最基本 你自己应该要做好的份内事 怎样去发放消息 怎样去处理某些消息的错误 怎样去改变某些消息 怎样去跟进你的消息的做法 你这个政府 只是这个礼拜 你见到你的防疫措施的反应 是吧 由提升级别 到去澄清消息 到去你自己说 有些什么所谓的公关灾难 包括你自己 原来整班权贵 走去开party 生日party 然后你政府 怎样去处理自己高层 做错事呢 是吧 全部呢 原本都可以做得好很多的 你的政府做不做得到呢 你以往的政府部门 不断就检控很多人 是违反限聚令 是吧 指控 就说这些 就是因为某些新闻 就是假新闻 那转过头 你自己又说 别人自私不守规矩 是吧 然后又说某个 有没有用安心出行的软件 是吧 有些人又用假软件 入境处的那些 那些职员的那些 又被人控告 转过头 你自己 那些高官权贵 原来不用 是吧 或者去到原来 又不脱口罩 又违反口罩規定 其实不是一次半次的了 我们要问很久了 是吧 之前那些什么七一啊 十一啊 很多那些 慶祝活动 其实很多人都质问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 示威游行 你就是说 违反这个 防疫规定 就什么都不能做 但是你那些慶祝活动 全部可以照相如常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这个双重标准 是不是合理呢 当时都说 哎呀 都知道的了 有些人 权力是特别大的 我们都不要问那么多 如果不是爆这个 第五波疫症 很多人可能都是 哎 就是得过且过 有得理 但是现在爆了嘛 你现在就中招咯 你自己不跟规矩做 跟着呢 现在就因为这样爆 爆上爆 最后自己火烧连环船 包括整班 原本你的立法会 刚刚选完举 是吧 然后要去证明给市民看 你做了多少事情 然后转过头 就自己全部进了竹高湾 那你这些是不是真的火滚呢 中共是不是应该会火滚呢 对那帮港共 是吧 这么简单的道理 真的只是收那么多的钱 拿了那么多东西 就是所谓人类 就是你自己 那些土共委 中共那些人自己 骂这个什么叫忠诚的废物 那些 那些情况 现在看一看就是了 是吧 你本身这么基本的事情 最基本的就是 防疫规定要你搜好它 如果是西安 现在弄成这样 就全部都弄成冬菇了 你现在香港这儿像什么呢 是吧 整班设置 就是想着这班人 叫你们要去做出好戏 出来 不是啊 没有这个反对白监察 都做得好好的 原本 是吧 或者外国势力 怎么怎么怎么在批评你 到最后呢 你自己也是 能够做好这个民生问题的 是吧 第一件事就是 这个就是客观事实 为什么搞成这样的情况之下 为什么连一个这样的 防疫规定第五波 这样爆出来 跟着就搞成这样的东西 这个是最基本的问题 那接着你政府的 所有的公关要处理 是不是要处理一下 这些呢 是不是有建议给你的 就是你的发放消息 以后是不是可以提早 真诚地 及早地 去看齐地去通知市民 就不要再靠 那些所谓的第三 就是其他那些人的 小道消息去发放 没有这些小道消息的发放 就不会经常那么多人 相信那些什么消息人士 是吧 因为某些报纸 某些传媒 现在经常消息人士 自居的时候 放些资料呢 就比你政府 你政府第一件事 就麻烦要改善一下 就不要再给那些所谓的 友好传媒放风 否则的话呢 就会有刚才那个问题 因为大家呢 就常常在那 听完消息就相信 因为你自己政府 常常又掩着 又不说很多东西 就是星期一 你决定了没有呢 其实 当时你决定了 是不是要收紧 防疫措施 或者你是否在讨论 你说你没有计划 市民就会很失望 原来你没有计划 应变的 你原来 当你有Omicron爆发 已经明知道 有这么多的防疫规定 然后转过台 在闹闹 有些事情的情况之下 你怎么去收紧 你说 不是啊 我们随时是有个机制 就是松弛有道的嘛 特首自己说的嘛 你说要松弛有道 意思就是说 可以放宽就放宽 你需要收紧就收紧 因为你明知道爆 你就要收紧 所以预了你有这些收紧措施的 你这个政府所有的最基本理由 发放到 然后双重标准 然后自己在那里 说完一套 自己做一套 全部这些事情 以往呢 就是整天賴是因为 某些传媒去追着你来报 现在证明了 给市民看是什么呢 就算没有传媒追着你 有些人就更加大安止意 对吧 以往可能会怕被人揭发 现在想着就做定粒鹿 不会有事 是吧 照样做 尽做 最后呢 一样都是要爆補 因为你不能够够够够 以往就说 哎呀不是呀 某些事情够够够够够够 现在因为你防疫的问题 你一揭出来 为什么会爆 你再说就死得更惨 是吧 你再说就 为什么某些群组 串联起来的时候 你怎么去解释 你解不了话 防疫第一 你政府之前说了这么久 你就要尽量去和这个中国通关 安排了这么久的通关决定 最后还好像在那里发烂 就是在那里发 因为有些空中服务员做不足 空中服务员做不足 现在是不是只是那些 那些这么辛苦 回公园之后的机师 没得和家庭团聚的人 那些必要团聚 没得做 你就赖他们 骂他们 到回头 生日派对 有没有必要做 有没有必要请家人以外的 闲集人等 有没有必要请到百多个人 对吗 这些你自己是要服众 你政府要服众 你就不只是说 某些人出来道歉就算数 你政府作为一个强势政府的话 你更加要去处理这些事情 更加要告诉你 不能够姑息这些人 那你有没有去姑息他们 还是由他们去道歉算数呢 市民在看你做的 就希望你自己知道 有什么应该要做